他现在开始练练舞蹈 热身运动 平常都不练 一到上课的时候 一练给他捅得够呛 这回在家里天天都要练练啊 你是好久不练的小韩 小韩 有粉丝想让你挑战 皮叉 皮多少厘米就吃多少钱的食物 怎么样 不错 来不来一个 又可以皮直叉 又可以吃的好吃 但是我看你这个叉吧 十厘米算一块钱啊 妈妈不应该是一厘米一块钱吗 那不行 那你这些我目测一下的 那我不得破产吗 十厘米一块钱 同不同意吧 行不行 行吧 你一时已经准备好 看这个小米尺够不够长 来 放在这个后脚跟这 才好了 不得都不得前脚 那前脚加上的也不算数啊 算 那怎么算数 你得从脚跟这开始算 脚跟残着 来咱们体直了 体直了 如果你提的晚 你就吃不着 那么多美食了啊 刚好这个尺 哇 也到头了 也得 韩哈也就 皮了150 150厘米啊 那可以吃多少钱 美食啊 十五块钱的小韩哈 感觉自己多还少 少 还少啊 查查 你查查 你查查也是啊 嗯 不是你不会算账啊 你啊 还那么查一下的啊 那算啥呀 那算啥呀 正好这个尺是150厘米的啊 现在我们到城市了 走赶紧去买好吃的嘛 去吧 就十五块钱 走 借 借薯片啊 嗯 拿两包 哦 两包 两包是四元一袋啊 八块钱了啊 你还有七块钱 还有什么呢 拿两袋汪仔啊 还要给哥哥带一袋 你和哥哥两袋 一人一袋 我哥喜欢吃 八 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现在多少了 还有两块 还有两块 古巫相连的 好 结账 15块钱 15块是吧 现在买完了 坏了 买完了 坏了 现在我要和哥哥分享去了 吃大耳包食杂